把扯住女朋友頭髮狠狠 將他拉倒在地 最難打女人完全不手軟 又是狠踹 又是揮拳 目擊命中那看得下去 剛好騎車經過的情侶黨 建議勇為跳下車幫忙 男子從車廂拿出甩棍 衝上前教訓最難 兩個人扭打成一團 一路從大街追進棋樓 女子被打還擔心男友安全 站在雙方中間勸架 卻再次被推倒在地 只見他情緒瞬間潰堤 趴在地上痛哭 兩對情侶當街追打 就連警方到場也沒再怕 繼續叫囂拉扯 直到員警大聲鶴令蹲下 他們才乖乖上了警車 兩個男的打一個女的 你怎麼看得下去呢 還有一個男的一出來 甩了那個鐵棍 三個人追我一個 好心勸架 差點被打傷 阿伯至今心有餘悸 早上八點多新北市中和警星街爆發打架糾紛 地上還留有斑斑血跡 及被打斷的安全帽遮風罩 原來當時紅心男子和女友 及另一名張姓朋友 三人到KTV唱歌喝酒 但情侶兼酒喝多了爆發口角 紅男居然出拳暴打女友 正巧被經過的另一對情侶募集 古姓男子看不下去 拿出甩棍痛殴對方 酒醉情侶當街上演全武行 遭到正義情侶黨支止狠狠教訓一番 雖然出發點是因為看不慣男人打女友 但拿甩棍打人就是不對 還是得面臨法律制裁 記者 楊子健 坦克萌 新北市採訪報導